大家好,我是Stan Icon成员们因为在IG上庆祝了BI的生日 而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10月22号,为了庆祝BI的生日 Icon成员巴比在IG上上传了 BI唱SARANGARETTA的舞台截图 并发文,想念你啊,生日快乐 然后另外一位成员,金东友 上传了BI的生日话,来庆祝BI的生日 对,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对此,和我一部分网民们的反应是 维持私人关系的部分,我可以理解 但是有必要在公开的地方庆祝吗? 用Kakaotalk的话会更快 非要上传到IG,QQ 是想给大家看吧 可以庆祝朋友生日 但是因为在公开的地方上传 所以才会有闲话的 你们的友谊是私人的事情就不多说了 但是上传到官方账号上 不就是在欺骗粉丝吗? 但是也有很多网民们表示 关系很好的朋友,只要出错了 你们就会马上断绝关系吗? 调查还没结束,也没出什么结果 为什么不能庆祝 将近十年来跟家人一样 同苦同乐的朋友生日呢? 为什么酸民们自己在发狂呢? Papi在自己的IG上发文 又不是在颁奖节里演唱会上说的 在自己的IG上传了自己的想法而已啊 村里的事情才过了多久 又跟不一样的人做一样的事情 留酸炎的人 你们不反省吗? 好想念欺人Icon 前几天那些白痴们才攻击过 Victoria Crystal 为什么不发文? 等发文后就说是再增热度,再装 现在Papi给兄弟BI庆祝生日 就说不要在公开的地方这样 这个那个什么脏话都有 偏良心讲 就算Papi今天什么都没上传 这些人一定也会酸Papi 朋友出事了 所以连过生日都不发个文来庆祝一下 没义气,没人情 不是吗? 再来就是策略事情那个时候 很多人都骂记者 不要一直把艺人们的私人空间 SNS的内容拿过来做报道 现在酸民们又说SNS是公开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 今天Papi的IG发文 有的人会觉得很正常 有的人会觉得不适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跟信念的 这是个人的自由 没有谁对谁错的 但是强迫别人要跟自己的想法一样的话 就已经是暴力了 既然有人觉得 成员们不该在公开的地方上传那些内容的话 那你们的那些部门 也是不是可以不要在公开的地方写出来 自己想着就可以呢? 还是 好的 下一个消息是 大家听过这个单词吗? 这个单词在网上查的话 是翻译成傲娇 不知道这翻译的正不正确 真正在韩国使用的意思是 没有一点负面的含义 是很正面的单词 表示着表面看起来很冷淡 但实际上是很温暖的一个人 或者看起来对你没什么关系 但是做偷偷的对你好的动作 怎么有点热呢? 穿多了吗? 要穿吗? 前面打折卖的很便宜 顺便就买了一个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今天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旁摊从中单里的Chindere成员 他就是 偷偷地为了成员们的动作 一起碰到水瓶的时候 让给弟弟的哥哥 跟打开盖子后递给哥哥的弟弟 还帮忙玩袖子 帮哥哥拿剧本 颁奖典礼的时候也照顾弟弟 让他来致辞 在一次的节目上 Sugar说过 下一辈子想成为石头 对此 Pi给Sugar写了这样的信 下辈子你想成为石头吧 不要担心 我会一直把那块石头带在身上 跟你一起去很多美丽的地方的 Pi的这些动作 不是为了给谁看 而是身体在自动反应 所以真的是能看出来他的为人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